精神疾病 不管是抑郁症 焦虑症 躁郁症 对正常人来说 就只是一个疾病 一个名称 但对于患者来说 却是一个噩梦 像恶魔一样慢慢的侵蚀他们的身体 甚至产生出了 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试图理解他们 但往往却是以失败告终 当然也有一些没有同理心的人 会认为他们是神经病 更是出现了霸凌的现象 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让病情更加的严重 不过玩家们如果可以 你们又愿不愿意 进入到一位有着精神疾病的女孩子脑中 看看呢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是Sero 很多时候玩家们都会将独立游戏 称呼为艺术 什么极乐迪斯科 还是风之旅人 这是玩家们心目中的艺术品 而今天Sero就来跟玩家们分享 另一款关于精神疾病的独立游戏艺术品 利用游戏来诠释出精神病患者眼中的世界 这款游戏叫做 Milk Outside a Bag of Milk Outside a Bag of Milk 中文名为 一袋牛奶外的一袋牛奶 一袋一袋一袋 它的前作 Milk Inside a Bag of Milk Inside a Bag of Milk 是一部非常短的作品 所以影片也会将两部作品合并在一起 带玩家们看看小女孩的内心世界 当然影片中也会有大量猎奇 让人不适的音乐和画面 无法接受的玩家们也请斟酌观赏 最重要的是 内容也会提到一些疾病 如焦虑症、精神分裂 甚至是被害妄想症 如果任何遗漏或者是错误的话 玩家们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误我们的更新哦 哈吉明末 二代开头的动画是一代的剧情 故事讲述 一位女孩子想要到超市买牛奶 但是自己在尝试了19次 跟店员说话的练习之后 都还是以失败告终 所以少女就创造出了一个意识 也就是荧幕前的玩家 来帮她完成买牛奶的任务 进入到商店 我们遇见了一位陌生人 在少女眼中 那个人的样貌却是一只怪物 嘴巴不停地说着 哦这个字 中文翻译过来则是哦 少女此时也告诉玩家 她害怕哦这个字 因为这个字 会让她感到非常的恐惧 用解释的很难明白 用画面应该 就是这样的哦 让她感到压迫感 害怕 经过一番折磨之后 少女终于成功买到了牛奶 在柜台前 少女因为过于紧张 而忘了要付钱 想要直接带走牛奶 但遭到了电源制止 少女也顿时感到非常的害怕 幸好我们及时提醒 少女最终才想起要付钱 一路上 少女和我们说了很多的东西 应该更像是自言自语多一些 从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 自从她的父亲跳楼身亡之后 目睹父亲尸体的她 从那天起 整个人就变了 她的记忆也在那一天中断 虽然她的家庭关系不是那么的好 时常也会出现争吵 但父亲的死对她来说伤害太大了 而她看到了脏满鲜血的尸体之后 那天起 她眼前的世界 也是一片血红 玩家现在所看到的 正是小女孩的视角 小女孩之后也说了 自从父亲死后 她的生活就开始变成日复一日 不断的重复 一直到我们的出现 才让她感受到了不同 本以为我们的出现会让女孩子振作起来 只不过 一进到家门口 一个名为母亲的怪物 却站在了门前 牛奶买回来了吗 是的妈妈 你吃的新药有用吗 是的妈妈 上床睡觉去吧 是的妈妈 这简单的对话 瞬间摧毁了玩家们的想象 女孩依旧过着日复一日的日子 像是一个听从母亲的傀儡 事实证明我们什么都无法改变 而剧情也接着来到了二代 二代的开头也些许不同 但母亲依旧是那个怪物 在一代的最后 我们能够知道 小女孩的要效结束了 所以当女孩进入到家门之后 就感受到走廊的墙壁和天花板上 充满了黑色的影子 不断的在小女孩周围环绕 甚至还感觉到厨房的门后有着丧失 随着这些思绪不断的涌出 小女孩也开始变得焦虑 突然在走廊上跑了起来 周围的黑色影子也越来越起劲 小女孩啪了一声 撞开了厨房的门口 厨房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盒牛奶在桌上 但女孩的思绪并没有停下 反而出现了更多混乱的想法 就在小女孩振作下来 准备回到房间的时候 她出现了 这是她在熟悉不过的生物 她是小女孩眼中的母亲 母亲一把抓住了小女孩的手 细声地说道 又来了 话音刚落 直接用注射器 将某种药物注射到小女孩的身体里 女孩疯狂地挣扎 身体非常地痛苦 感觉全身要炸开来似的 之后小女孩也晕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 她已经镇定了下来 这个时间段是她最喜欢的时刻 因为她可以躲在自己的房间 让她不会对外面的世界感到焦虑 而且每次睡觉之前 她都非常期待梦的到来 甚至可以说她起床的动力 就是为了等待下个梦境的到来 可是渐渐的 梦仿佛像是被人抓走了一样 开始变得越来越少 刷好牙后 女孩自然地拿起了洗手盆的药瓶 每天吃的药已经多得 女孩自己都不知道 每个药有什么作用 这时女孩的脑海中 再次出现了很多的思绪 想出了各种各样不要吃药的理由 为了找人聊天 我们再次出现在了小女孩的面前 嘿 女孩一开始想要掌握主动权 表示自己的状态非常地好 根本就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但我们每一句较为现实直白的话语 都刺穿了小女孩故作坚强的表面 从对话中我们也可以得知 我们是在药效期间 才会出现在小女孩的面前的 这也代表了 母亲已经不是第一次 为女孩注射了药物 来到洗手盆面前 女孩杂乱的想法再次涌出 她觉得自己明明感觉上有变好了 毕竟自己已经成功买到了牛奶 但又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好 让她感到非常的痛苦 在我们的劝说下 女孩拿起了洗手盆上的药吞了下去 脑中的思绪也渐渐地平静下来 冷静下来的女孩子 躺在了床上 静静地看着天花板 她把脑中的想法 想象成萤火虫 但是思绪太过于混乱 导致她没有办法专心地想一件事情 渐渐地她失去了耐心 伴随着一声呐喊 萤火虫散落在了房间的各个角落 女孩想要我们陪伴她 要求我们帮她找到那些飞着的萤火虫 只不过我们并无法知道 小女孩在想些什么 但不知道也要知道 因为如果我们询问小女孩 她当时在想什么的话 小女孩就会想起不好的回忆 开始流下了眼泪 变得焦虑 甚至出现了想要自残的想法 逼不得已下 我们也让小女孩再次喝下了牛奶 虽然小女孩非常抗拒 但在喝完牛奶之后 还是冷静了下来 而她刚刚也经历了第一次死亡 之后的对话我们也得知 小女孩有着强迫症 房间内的物品都放在了她所记得的位置 只要有稍微偏差 她就会忘了那些东西在哪里 甚至还会感到很生气 而刚刚突然想起的记忆 也是强迫症患者会有的侵入性思维 这种思维并不是患者自身想要的 而是会强迫性植入患者的脑海中 在我们找到萤火虫 也就是想法之后 这些萤火虫 也会从小女孩的耳朵 进入到脑里边 我们一共要帮小女孩找到五只萤火虫 而每一只萤火虫都代表着小女孩的回忆 在找到它们的时候 也会让女孩想起物品的记忆 第一只萤火虫 在镜子旁边的字条 字条上写着 每个药的剂量和副作用 字条上的笔记是母亲所写的 但对女孩来说 这些字都很丑 就像那个生物的爪印 这里也再次凸显出 女孩对母亲的印象 第二只萤火虫 在她刚刚吃下的药品里 这些都是她每天必须吃下的药 不吃的话 小女孩就会非常的痛苦 第三只萤火虫 在女孩的素描本 女孩表示她为了不要自己搭巴士 去文具店购买素描本 所以就选择省着用 我们提供给女孩子建议 可以让母亲帮她购买 但是她却选择性无视了母亲这个字 说我们说话不完整 突然一阵风吹来 放开了素描本 女孩顿时紧张了起来 感觉接下来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选择紧闭双眼 不敢看素描本里面的内容 这时我们也在内心不断的安慰女孩子 让她学会冷静下来 慢慢地睁开双眼 才发现到 素描本里面是空白的 一切都只是女孩的幻想 第四只萤火虫 在女孩的笔垫里 笔垫充满了灰尘 貌似已经很久没有再打开过了 从女孩的口中可以得知 这是她父母买给她的笔垫 起初她在笔垫中 接触到了游戏 画画 甚至还学会了3D建模 只不过在有了互联网之后 一切都变了 她开始接触到了社交 认识到了喜欢画画 游戏 3D建模的朋友 但她还是认为互联网上的人都是假的 都只是一群游 1010的代码编造出来的假人 因为在关上电脑之后 这些朋友就会消失不见 也会感到空虚 直到一个网友的出现 让她意识到网络上的人都是真实存在的 至于是为什么 她不愿意说 最后一只萤火虫在小女孩的书包里 书包让女孩回忆起了学校 但这个学校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 这个学校有床 还可以动不动不去学校 甚至女孩的父亲还因为女孩太聪明了 选择提早带她回家 对话中我们得知 女孩并没有成功毕业 之后询问女孩 去学校最后一天发生了什么事 女孩一开始是说 父亲提早来带她回家 到家之后还和妈妈一起吃了晚饭 只是当我们再次问到 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女孩说到 她在客室里又抓又咬 父亲也强硬地拉女孩子上车回家 到家之后跟妈妈一起吃了晚饭 我们再一次问了一样的问题 只不过 这一次得到的答案 却是回家的路上 爸爸买了牛奶 又买了牛奶 妈妈不在家 又不在家 她也很讨厌牛奶和妈妈 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发生了 这里女孩并没有说是什么事情 只不过这只萤火虫 却有一点悲伤 或许这件事情有蹊跷 从游戏的前半部分来看 我们可以得知 女孩的精神疾病非常严重 也能看到女孩的强迫症 焦虑 甚至封闭了自己的记忆 而且所谓的牛奶 其实有着非常多的暗示 虽然游戏并没有说明是什么东西 但却是非常值得讨论的 首先我们先来讨论 女孩眼中的怪物 母亲 相信母亲其实并不是什么怪物 我们还是可以从镜子旁边的字条中看到 母亲对于女儿的关心 为了避免女儿吃过量 自己写下了一些剂量和副作用 但在女孩的眼中 母亲就是一个怪物 不断的给予药品 或者是给她注射一些药物 让她感到非常的讨厌 母亲将女儿的病情视为精神疾病 以为可以利用药物来解决问题 但其实她并不知道 女孩要的只是简单的陪伴 这也导致母女俩不够了解彼此 也就造成了关系破裂 还有一点就是父亲 女孩曾经说过 她的家庭时常出现争吵 父亲也时常在母亲不在家的时候购买牛奶 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 爸爸去买牛奶了 这句话的意思 是代表爸爸离开了这个家庭 以买牛奶为理由离开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家 但这里更像是父亲对她做了什么 因为她有说到母亲又不在家 所以她会讨厌母亲 也许是因为她觉得母亲 对于她被侵犯的事情视而不见 玩家们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当然牛奶其实有着许多的暗示 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牛奶助于入眠 牛奶中有着色胺酸的成分 在睡觉之前喝一杯热牛奶 就可以助于安心入眠 或许这里的牛奶代表的 就是女孩需要在睡觉之前 喝下牛奶才能够睡着 然而牛奶还有一个可能性 会不会这里的牛奶 其实也在暗示着 义丙分 aka牛奶针 简单来说就是镇定剂 之所以会成为牛奶针 是因为颜色看起来很像牛奶 镇定剂可以给人镇定下来 可以减缓抑郁焦虑的状态 副作用会感到灼热 呼吸中止 严重起来甚至会癫痫发作 而在母亲为女孩注射药物的时候 女孩也感受到了灼热 甚至还癫痫发作 晕了过去 这也证实了母亲为她注射了牛奶针 之后女孩子失控 我们再次给她喝了牛奶 游戏解锁了第一次死亡的成就 或许就是在暗示过度注射的女孩子 副作用发作停止了呼吸 而且每注射一次药 药效只有那短短的几分钟 我们也一样可以在短时间内陪伴女孩子 所以这也意味了 我们只能在小女孩注射牛奶针之后出现 游戏中的牛奶 其实暗示了非常多不同的含义 就连游戏名称的牛奶也一样 第一部 是一袋牛奶里有一袋牛奶 剧情先是在外头之后回到家 第二代是一袋牛奶外有一袋牛奶 剧情则是从家开始 之后再提到外面的世界 跟前作恰恰相反 牛奶是她最讨厌的东西 母亲也是她最讨厌的东西 牛奶里面还有一袋牛奶 就像俄罗斯娃娃一样 娃娃里面还有娃娃 里面还有娃娃 这代表了她讨厌的东西外面 也有她讨厌的东西 在外面一点 还是会有更多她讨厌的东西 这是一个循环 第一代中看到的O 实际上就是象征着一个循环 而女孩则将自己困在了循环之中 在找起了所有的萤火虫之后 我们让女孩出去阳台呼吸新鲜空气 到了阳台 女孩表示曾经的建筑 从窗外一看可以看到地平线 但渐渐的建筑就围在了一起 变成了圆柱形 上方还有这女孩讨厌的O 也暗示着曾经女孩是乐观的 但渐渐的就将自己给封闭了起来 她也和我们分享了她自己的想法 说了不少关于自己对于周围一切的看法 之后也开始愿意和我们分享 刚刚提到的网友的故事 原来曾经女孩在网络上认识到了一位网友 这位网友打破了少女的认知 让她相信网友是一个真正的人 那名网友不断地跟她分享自己生活的小事 少女和她分享了自己的生活 却参召那名网友 弄一大堆机械人来骚扰她 甚至她的名字也开始在互联网上传开来 这里也很明显的 小女孩遭受到了网络霸凌 网络霸凌给她带来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甚至让她的周遭开始出现了黑影和一些声音 觉得周遭的人都在盯着她 还得到了被害妄想症 就连天空都长出了眼睛 像是在监视她似的 最终她也经历了第二次死亡 从此消失在了互联网之中 在回到房间之后 女孩终于躺在了床上 准备睡觉 睡觉之前 女孩要求我们跟她说睡前故事 闭上眼睛 进入到了女孩的梦里 这里一共有着五个结局 我们会在收集萤火虫的过程中 决定结局的走向 每个结局都是独立的 所以接下来就跟玩家们分享每个结局的含义 第一个结局 女孩早晨醒来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觉得自己的脸很傻 担心被学校同学贴上小丑的标签 但很快就打起精神 让自己振作起来 只不过每次醒来 女孩的身体就出现了扭曲 音乐也变得越来越诡异 颈向扭曲 面部消失 眼睛往下掉 无头 一直到女孩看不见自己的面部表情 她才兴致勃勃的说道 今天是她第一天上学 状态超级好 最后镜子中的自己背向着她 女孩也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天空依然有着大大个的欧 意味着女孩 还是无法从精神疾病中走出来 这个结局也暗示着女孩 对自己非常自卑 不敢面对自己 因为在自己看不见自己的情况下 她才拥有自信心 也有可能是她难得有一次好心情 结果遭到了同学的欺负 霸凌 导致她最后开始自闭 第二个结局 游戏的画面回到了第一代的画风 剧情也跟一代一样 只是这一次是小女孩 要帮一位叫做特列斯卡的男孩子 买牛奶 男孩跟女孩一样 有着精神疾病 但在女孩的眼中 她却像是个疯子 到了商店小男孩和前作一样 拿了牛奶走到了柜台 只不过 这一次男孩遭到了周遭的客人嘲笑 批评 欺负 女孩最终忍不住 才选择前去帮忙解围 买完牛奶之后 小男孩走到了一带出现过的加油站 随后走到了高速公路的中央 男孩的眼中亮起了闪烁的灯光 男孩转身 留下了一句 看来你根本就没有帮到我啊 女孩也再次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流下了眼泪 这个结局其实是一代的另一个版本 在一代中 女孩没有注意到高速公路的货车正在死来 但好在那时候有玩家的警告 才让他与货车擦肩而过 但在这个结局中 女孩并没有真正帮助到男孩子 虽然确实有成功买到了牛奶 但男孩在商店所遭遇到的言语霸凌 已经让她的内心经历了一次死亡 这一个结局主要是让女孩自己从另一个视角去看自己 其中的含义也想要表示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同理心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那些有着精神疾病的人的世界 第三个结局 小女孩坐在了天台上用着手机 向披萨热线不断的发送讯息 她明白自己不会得到任何的回复 但这里却是她可以倾诉自己心理化的地方 很多时候 一些有心理疾病 或者是负面的人 只是想要找一个地方倾诉 甚至是发泄 但大部分的人却无法理解 很多时候患者只是想要倾诉心声 可是常常都被身边的人以一句 你就只是太敏感而已 你自己胡思乱想罢了 甚至是 你可不可以乐观一点 来泼患者冷水 故事的最后 小女孩也因为过于沉迷在手机上 没有发现到自己站在了火车路上 随着远处传来火车的声音 女孩也从床上醒了过来 第四个结局 是女孩跟一个陌生人的对话 从对话内容来看 她是女孩的心理医生 女孩向心理医生描述自己的心理世界 以及她的烦恼 但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 并没有成功解决女孩的状态 反而是让女孩吸收了更多 杂乱的念头 吸收了她不应该吸收的内容 之后再次从睡梦中醒来 流下了眼泪 心理治疗并不是说完全没用 但对于很多患者来说 心理医生并不能真正帮助到他们 因为有时候 医生所给予的引导 或者是所说的话 都不是患者自己想要听的 反而会让他们觉得感到厌烦 而且对于较为严重的患者来看 心理医生的效果非常有限 而最后一个结局 感觉上是对应了刚刚说到的网络霸凌事件 女孩在一间黑暗的房间中醒了过来 这里像是女孩内心的世界 充满着无尽的黑暗 门后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女孩想要靠近 但跑了几个小时 却都无法抵达门口 距离还反而好像变得越来越远 此时她听见了门后传来了陌生人的声音 女孩虽然很感激陌生人的出现 但同时也对陌生人感到非常生气 觉得为什么她什么都不做 让自己陷入在了痛苦之中 经过了一番挣扎 女孩成功打开了门口 来到门口的另一边 周围是一片草原 在这里她看到了一个黑影 黑影向她搭话 但女孩却只听见了哦哦哦哦 随着一步一步的逼近 女孩却感到非常害怕 慌张地向后逃 即便黑影不断地哦哦哦女孩 但女孩仍然没有停下脚步 最终一股未知的力量 把女孩的头给扭断 顿时黑暗吞噬了一切 女孩再次从刚刚的黑暗空间中醒了过来 女孩也再一次惊醒 这里或许是在暗示着 本来只活在阴影中的女孩子 在网络上遇见了一位陌生人 本以为她会帮她走出阴影 但却没想到她会陷害她 也让女孩子感到焦虑 最终再次面临死亡 女孩也再次从黑暗中醒了过来 再次回到了最初的循环之中 而游戏中出现的哦 除了要表达循环的哦以外 我们在一代和二代也能发现到 凡是女孩跟陌生人对话 女孩都会听到哦 会不会这代表着 被伤害之后的女孩子 为了不再受伤害 选择将自己封闭了起来 建起了保护层 别人说什么都当作耳边风 只活在自己的世界 所以每个人所说的话 都变成了带有敷衍的哦呢 当然每个解读都不同 玩家们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评论在下方哦 一代牛奶系列真的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虽然从所有的结局来看 并没有一个结局 是真的帮助到小女孩快乐 小女孩仍然活在了日复一日的痛苦之中 游戏所呈现出来的焦虑 精神分裂 强迫症 都不是所有玩家能够理解的 甚至有时候小女孩的对话 也会让玩家们觉得是在无理取闹 发神经 我们那么努力 就只是想要让她开心起来 但不管我们怎么尝试 最终都无法成功 女孩的母亲或许只是真心想要治疗她 但在她的眼里 母亲就是一个怪物 因为母亲并没有陪伴过她 反而是觉得依靠药物可以解决问题 她希望有人能够帮她走出来 但却又对那些人拒之门外 担心别人会再次伤害她 觉得其他人会讨厌她 觉得别人无法理解她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世界上每300个人 就会有一人患上精神分裂症 全球更是有这2400万人 每天活在痛苦之中 这些患者不仅仅自己被受折磨 无时无刻处于负面之中 每几秒就想象自己如何死去 活着的时候 好奇死后的世界会是怎么样 但当面对死亡时 却恐惧死亡 不敢想象死后的世界 世界上并没有人真的想要寻死 有时候是我们无法理解她内心的想法 以及她遭遇了什么痛苦 这些侵入性思维会缠绕着患者一生 同时这些患者还要背负污名 被启示 被嘲笑 我们要感恩自己并没有面对这样的遭遇 也要感恩自己的健康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有同理心 尝试去理解被那些情绪感受困扰的患者 多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家人鼓励 尤其是现在这种互联网的时代 网络霸凌更是相当的普及仪 一个看似无意的流言 可能也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甚至是留下创伤 这些都不是一句开玩笑罢了就能解决的 就像2019年小丑里的一句话 有心理疾病最糟糕的是 所有人都期望你假装自己没病 他们不是要博同情 他们要的只是一个善意的微笑 被理解的拥抱 用心的聆听而已 减少歧视 刺人的话语 恶意的眼光 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希望做在荧幕前观看影片的玩家们 每天都能开开心心 也希望那些受伤的患者们 可以在某一天走出黑暗 加油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游戏不只是打打杀杀 也能够传达讯息 创造艺术 希望这部影片可以让玩家们更了解 这些独立艺术作品 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我是Sero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